大家好,我是郭勇德 欢迎收看Human Diaries Season 2 为什么选择当华乐团的指挥 因为当指挥可以让我发挥我的创意 我原来是一个演奏员,演奏家 在乐团当中担任打击乐 有了指挥的这个平台 我可以从演奏家到导演的一个身份 就像一个演员变成一个导演 那无形中我的创意空间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当指挥的原因了 再多一个 这可能跟我的一点小经历有关系 中学时期是属于比较叛逆型的一个小年轻 学业不好啦,逃课啦 后来因为学了华乐 懂得怎么分配时间 然后我的学校华乐团的师长们都帮我补习 最后把我的学业给补回来就回来 那么我非常的感恩 音乐感化了我 So I was transformed by music 我正常告诉自己 华乐是好东西 要跟更多人去分享 我觉得非常庆幸能够从事这样的一个份工作 那我们本身新加坡华乐团呢 也推出了一个节目叫《乐无银》 这个也是新加坡华乐团和彩虹学校合作的一个项目 由德意志云含赞助 这个也是借用企业和乐团一起协助特需的青少年们 通过音乐的学习 然后让他们能够改善他们的沟通能力 最后呢 其实是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融入我们的社会 其实这才是他的关键 老师有什么爱好吗 喜欢到大自然去走走 我开始留个爱好 喜欢拍照 用手机拍照 而且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 一般上大家都是这么拍 我就会趴在地上 从蘑菇下面拍上来 我说如果蘑菇自己会take selfie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种镜头 有时候呢就仰望抬头 看那个Canopy 如果你是从上面看 是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在树下面走 你往上看 它又是另外一种 就好像一幅壁画一样 为什么那么凶 从事音乐工作 除了演奏 难免会有教学这一块 我是比较认真 我其实没什么 就是认真 太认真 但咱们不是对人 咱们是对事 这个音不准 这个节奏不齐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也慢慢 我其实也非常认真的 另外的就是 我会去参考一些书籍 如果是面对学生乐团 又有怎么样的 跟青少年对话的 这种方式 语气 当然我还在学习 难免我就是我 有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排练要求非常严格 让我体会到团员们有点已经招架不住了 我会反思 有一次我就在演出前自己一个人跑到一个面包店扛了两百个面包 手拿着从大概有三个车站的路程这么走过来 然后给学生们 那么支持以后 我经常会有 比如说给他们巧克力什么 这个不是收买 但是这是一种 也是一个鼓励 也是证明给他们听 我经常也说 老师是对事不对人 但是我们就说 你一定要把音乐做好 因为每一个观众来看我们 有些观众可能是第一次来欣赏我们 那我们的责任其实就是把每一场音乐位做好 是要目的是要告诉他们 那么有时候就是要有这种平衡 一边拿鞭子 一边拿这个巧克力 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 我还真不想 还真不想 真想不出一句话 曾经讲过 如果我死也死在舞台上 报纸也登过 但这些 这个疫情 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 Life is in permanence 这是一个真言 尤其是这个疫情 我跟导演也说过 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父母 你的性格脾气 肯定都来自你父母 我父亲是为严父 只有他才走了之后 我发现妹妹跟他拍的照片 原来他有那么多 可爱的一面 风趣的一面 所以我在教学 我有严肃的一面 但是我在做儿童节目 我会很享受 很自然 后来才发现 肯定是来自我父亲的基因 父母的相继离去 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思考 凡事 如果跟过去的我说一句话 我会说 珍惜眼前 活在当下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郭永德 希望大家 更多的支持我们新加坡华谈 所有的音乐 都是属于你们的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